在我阿公那時代 蔥白通常都可以很長很長 有的聽說甚至可以到60公分 接續老一輩的大蔥栽種 張剛准返鄉十年 已經習慣頂著烈日勞動 雖然對今年的品質還算滿意 但他很有感 日本血統的大蔥 要在台灣土壤生耕並不容易 人家說大蔥 怕冬不怕冬 意思就是 你要它是OK 但是你在灌溉的時候 不要讓它過度的水分給予的話 因為你剛開始在定子的時候 它的根系不像現在這麼旺 它可能就是很小很小很虛 先在土裡培育到 大概像筷子一樣的粗的時候 它的根系還是一樣沒有像 這麼大著這麼旺盛 所以一開始都是慢慢的給予肥份 我們公園大蔥最好的是 就是它可以當為主食 它不像一些蔥類的 是作為配料用 它可以煎烤 而且也可以下菜 然後可以搭配一些最好的烏魚脂 大蔥最喜歡的就是寒冷 然後就是濕度保持一定的濕度 而不是過濕 不是跟整個泡在水裡這樣 像我們這邊的土壤就是說排水性很好 不會積水 這樣的土壤最適合種大蔥 來自日本的大蔥其實已經飄洋過海 到台中豐原頂居 成了全台最大的大蔥產地 算水頭的水源 大甲溪的水直接下來 所以蠻清澈蠻乾淨的 然後就是我們這邊的土壤也是黑土 就是富含營養素也比較高 然後也是沙土 不是說很那種黏土會把水含在裡面的黏土 對 所以它質地就是沙比較乾淨 對啦 所以這個東西比較好 冬至過後 張剛準家的大蔥田 就變得猛育茂盛 這天是收成的好時機 他迫不及待拔出眼前的翠綠 一般大蔥我們在看的話就是看它的蔥白 它的蔥白要越長越好 然後它的質地就是要扎實 不要鬆鬆滑滑的 在我阿公的時代啊 蔥白通常都可以很長很長 有的聽說甚至可以到60公分 接續老一輩的大蔥栽種 張剛準返鄉十年已經習慣頂著烈日勞動 雖然對今年的品質還算滿意 但它很有感 日本血統的大蔥 要在台灣土壤生耕並不容易 加上屬於冬季作物 天候變異就充滿考驗 這幾年我們種下來因為天氣比較熱 種下來的話通常只要有達30公分 我就覺得很好了 對 但是這幾年就是天氣真的是 沒有像往年那麼涼啊 就是很暖冬啊 大蔥白白胖胖 和鮮瘦的四季蔥不同 張剛準用心和他們相處 每一步都要很小心 也應對天災的肆虐 夏季如果颱風太多的話 你可能剛育苗好 然後颱風一刮 整個產季就報銷了 所以我們在種子的話 通常是分批去種子它 對 既可以保障說不要一次就被颱風全部捲掉 然後也可以延長它的產季 到一到三個月都有得採收 儘管稍稍克服了氣候 但大蔥只有一年一收 從播種到採收就長達半年 為了避免有閃失全軍覆沒 張東準得花時間心力 一點一滴養出他們的健美姿態 人家說大蔥 怕冷不怕燙啦 意思就是說 你要它是OK 但是就是你在灌溉的時候 不要讓它過度的水分給予的話 因為你剛開始在定子的時候 它的根系不像現在這麼旺 它可能就是很小很小很虛 先在土裡培育到 大概像筷子一樣的粗的時候 它的根系還是一樣沒有像 大蔥這麼旺盛 所以一開始都是慢慢的給予肥份 雖然種植廢了一番功夫 享受的卻是乾美成果 現彩大蔥搖身一變 成為張剛準從小吃到大的農家私房菜 每到產季也成了許多家庭的桌上佳養 因為大蔥是我們豐原 蠻特色的產物啦 那農會就開始 從這方面開始輔導我們這些青農 就是說 提高大家種植大蔥的意願啦 那像現在農會就是有提供那個 保駕收購的部分 讓我們這些青農就是說 不要因為市場的波動 去影響到我們種植的意願 大蔥栽培其長產期短 田間管理難度又更高 導致在地發展四十年 規模依然很有限 農會卻看準大蔥市場前景 這幾年積極輔導農民轉作 那經由這幾年呢 受到日本他們來台灣了解以後 覺得蜂原這一個有 既然有他們品種可以適用的 所以這幾年農會覺得 以後來到蜂原就想到蜂原大中 想到蜂原大中就想到蜂原 所以從原本的兩甲地 現在我們推廣將近20甲左右 所以這幾年成長十倍 栽種面積成長十倍 現在人不喜歡辛辣 但注重營養 剛好蜂原大中都整個 在整個架構裡面 既不辛辣而且又營養 所以符合現在的飲食習慣 符合現代人 夾咖母夾爸的飲食習慣 讓團隊靈機一動 把大蔥裝進特製的長型禮盒 行銷海內外 我們嘗試的就是蜂原 但我們到蜂原 實質操作還有讓他們試吃 還有相關的料理 受到當地的華人 甚至於在地的蜂原在地人 都非常的歡迎 能擄獲蜂原人的味蜂 大蔥在料理上 和常見的蔥很不一樣 不但乾美不辣 頭好壯壯的外觀 還能在餐盤裡獨當一面 我們蜂原大蔥最好的是 它可以當為主食 它不像一些蔥類的 是作為配料用 它可以煎烤 而且也可以下菜 然後可以搭配一些 最好的烏魚質 還有火鍋 甚至於在日本很多 他們是用鹽烤 它就能當主食 大蔥料理 蔥香陣陣逼人 色香味俱全 讓人食指大動 鮮嫩清綠 不但成為餐桌上的焦點 也成就鮮明的風土美景 引領風源農業 走出嶄新的方向